大家好 很多话友都希望给自己的兰花上盆之后 能够快速长新根 快速长新芽 那么我们想要达到这种效果的话 在上盆之前就必须要给它多下一些功夫 那么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给兰花上盆之前 有何处理能刺激它快速长新根 快速长新芽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给它使用一些能够刺激它长根 长芽的一些方法 也就是可以用这种阿斯匹林 因为阿斯匹林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水洋酸 那么水洋酸是可以促进植物快速长根的 我们用一片阿斯匹林 将它碾碎之后 对上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把这个兰花的根 放到这个清水里面 浸泡大概15到30分钟 这样的话 刺激一下兰花的根 让它快速长新根 可能有些花友没有这种阿斯匹林 那么我们也可以改用这种快速生根营养液 按照1比500的比例 对上清水 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种快速生根营养液 也是可以刺激兰花的炉头 快速长新根的 那么我们用这种快速生根营养液 给它浸泡了15分钟到30分钟之后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然后用一块湿润的毛巾 将它的叶片包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以后直接拿到太阳下晒15分钟左右 每晒5分钟给它翻一次 晒5分钟又给它翻一次 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光合作用 激活兰花炉头里面的细胞 让它在上本之后 能够快速的长性压出来 所以说我们养兰花 其实有很多小技巧 值得我们继续学习的 只要大家把握好 哪个适合自己用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